唐人战争时期的名将不可谓不多 有这么一位被外国人称作 近代异国建功扬大汉国威第一人 这就是为戴爱兰将军 字号海鸥也是被叫做海鸥将军 日军激战 39岁在异国他乡 壮烈殉国 戴爱兰将军千古 兴山有幸埋宗古 这里是在安徽的吴湖 在抗日时期他参加过 塔尔庄大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在1939年他升任第五军第二百师少将司长 第二百师是当时中国第一支装甲师 精锐中的精锐 他率领这支部队在昆仑关战役大战国威 击毙日军少将中春郑雄 在中春郑雄的笔记本上面所写道 我军之所以叫做钢军 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所优有的表现 如今所面对的这支中国军队 比我们还要有刚强的意志 如此赞美海欧将军 在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冕作战 戴安兰将军也在其中 在当时中国境内是有大片的日军 为何还要把精锐送出国外去作战 因为在云南他一条公路叫滇冕公路 这条公路连接国外是当时国际原划的一条 输送物资的主要通道 所以要了保护他不能被日军所占据 海欧将军率5000士兵 激战日军2万余众 以800士兵的代价激毙日军4000余人 在国外取得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但是呢 因为整体一个局势 远征军全面撤队撤回国内 在遇到日军激战的时候呢 海欧将军是不幸中战 在此时 他的部队离边境县已经是很近的距离 他的部队把他是抬回国内 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入国内 是举国哀痛 追证中将 全国各地代表在广西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就连当时毛主席 周恩来总理 周德元帅 很多的大将元帅 都给他写了网词 毛主席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 就在这里 海欧将军千古 海欧将军杀场殉命 但他的事迹也激励了后来人